拿到月餅的成功國小弱勢學童們 感謝基隆市議會議長童子偉的 關懷和愛心 中秋節快到了 基隆市議會議長童子偉 結合善心人士劉先生 已經連續五年 製贈月餅禮盒 給仁愛 信義成功 和南農四所國小的弱勢學童 今年的中秋節 總共製贈100盒的月餅 讓孩子們帶回家和家人 一起團圓過中秋 其實社會上有很多願意幫助 社會的人 只是沒有一個適合的管道 剛好就是五年前 議長他開始參選公職開始 他跟我深聊了以後 我深受他的感召 而且我也覺得想做的事情 終於有一個地方 有一個出口可以去實現 所以就藉由議長來達成 這樣的一個善行 我覺得民意代表 不只是接受民眾的誠情 以及抗議或者是一些 其他的事情 其實對於行善這件事情 我們也非常的 可以透過民意代表 來為我們實現 每個人心中 那個小小的善念 每一年三節 都是特別致政禮盒 讓他們帶回家 跟媽媽爸爸 或家裡的人一起分享 我想這份感動 跟這份善心 不是我們所看到表面 比如說一些禮盒 其實真正發自他的善念 他透過我其實捐助了非常多的單位 非常多的需要幫助的人 其實我對他一直都非常的感動 雖然他看起來不像善良的人 但是只是外觀 他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幫助非常多的人 所以一直都讓我非常的感動 所以我們也希望這個感動 透過這樣子的機會 可以讓更多社會的善心人士 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回饋社會 我想是清安宮給我們基本上 一個最重要的精神 那也是我們名義代表 從政的一個初衷 四個學校的校長和代表 也回贈感謝牌給劉先生 和議長童子偉 成功國小校長 代表四個學校的弱勢學童們 表達由衷的感謝 有成功國小 還有仁愛國小 南榮國小 以及那個信義國小 非常的感謝我們童子偉議長 還有劉戴安先生 這五年來三節都特別準備了 很溫馨的禮物 來送給這些弱勢家庭的孩子們 讓他們也有一個非常愉快的家節 非常感謝 其實不只中秋節一年重要的三個節日 善心人士劉先生和議長童子偉 已經連續五年都會治政禮盒 有時還會在家政禮勸 就是希望讓弱勢孩子們 可以感受來自社會的關懷和愛心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